花蓮市公所112年的路灯任养活动开跑 花蓮盛天宫管理委员会 今年连续第5年任养了50盏路灯 同时还捐赠一批物资和白米 给花蓮市的爱花蓮食物银行 市长温嘉贤颁证感谢状 也感谢盛天宫为花蓮乡亲点亮回家的路 也捐赠物资帮助更多弱势家庭 花蓮市公所112年路灯任养活动开跑 正值建庙76周年的花蓮盛天宫 今年同样爱心不落人后 连续第5年捐赠5万元任养50盏路灯 更带来140份物资1800公斤的米券 捐赠给花蓮市食物银行 其判尽棉包之力 帮助花蓮弱势家庭及边缘户 这些物资的来源都是我们所有信众 他们辛辛苦苦 流血流汗赚来的钱 所以我们也不敢乱花 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 我们市公所这边也有这个 这个构想 所以我们也委托 市公所来帮我们做这些善事 再来这个路灯方面 因为我们庙本身也有点灯 点平安灯 他们就是要平安 我们也想到了 这个路灯也是给大家平安的 所以我们有这个 每年都有这个路灯的坚信 尽一点缘薄之力 食物银行这几年来发挥非常大的一个功能跟功效 那也被社会大众看见 那我们的主要主轴跟目的 也是帮忙需要帮助的朋友跟边缘户 那在此要感谢所有愿意来协助的每一位伙伴 特别感谢圣天宫管理委员会 那也谢谢赖主委 那今天还有一件另外一件好事情 就是路灯任养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过去圣天宫持续不断的在做 所有的社会公益跟服务 那我们真的也谢谢 在路灯任养的部分 除了圣天宫信众可以到圣天宫点光明灯之外 圣天宫也负责来协助点亮花蓮市非常多的路灯 那让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自己的家 也能够平安的出门快乐的回家 圣天宫除了提供庙里的光明灯 也将点亮50盏路灯照亮花蓮市 静峰街商校街明志街明星街等公庙周边街道 并将法会物资委托花蓮市公所 转送给需要帮助家庭 魏嘉贤表示 路灯任养一盏1000元 为期一年 会在电杆上张贴任养人名称 欢迎有医院民众洽询花蓮市公所财政客 一起照亮花蓮乡亲回家的路 记得蒋方烟花蓮市报导